我现在是在当地的一个巴扎里面 在这个巴扎里面看到我左右两边 这个商铺基本上百年以来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 然后看到我身后的石墙这个建筑 大概有个3000年左右的一个历史建筑 然后这边的话都非常的古老 在这个叙利亚12年的战争 就是大概有50多万人丧生 然后间接产生了大概570多万的难民 然后我们包括现在走在他们这个老街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老街 然后在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城市 它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 当地的这个女孩特别多 就是在这个街上要看到这个男丁的话 还是比较稀少的 然后你们看我现在我前面 几乎就是包头巾的都是那个女孩 阿拉伯的这个装束 走到马路上街上你看 就是男的很少 然后女的非常多 可能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原因 就是当地的这个男性损失比较大 然后叙利亚这边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女的会比男的多 哈喽你好吗老板您会说中文啊 一点点 我说什么你都听得懂对吧 一点点 一点点 你好 你好 你去过中国几年了 我去年六年了 六年了哎呦那你说中国说得好 西安啊 义武 昨天我过来的时候这个大哥说中文啊 就把我震惊到了 所以我今天又回来找他了 来哥们你好 那你在这里做生意是吧 对啊 做这个什么生意 这是从中国货还是自己的货 自己的货 自己的货 那你去中国是学习还是干什么 学习 上学啊 然后开了一个餐厅 开了一个餐厅 在哪里啊 义武 在义武开了一个餐厅 阿拉伯餐厅 阿拉伯餐厅 那是吧 你来坐 好我们去看看 这在叙利亚碰到一个会说中文的大哥啊 然后我们去他的店里面看一看 大哥是在中国的义乌开餐厅的啊 就是这是他的那个店铺 他这个店铺里面 咱们参观一下啊 我拍一个那个film 这是大哥的店铺 他主要是卖这个盒子啊 还有这个手饰品 就是女的会比较喜欢这些东西啊 对吧 商店卖这些东西啊 那你是现在一直在这个地方做这个生意 对吧 对啊 这个收入怎么样 一天能赚多少钱 卖这些东西 嗯 不一定难用 好的时候多少 有的时候 卖了一万 一二万 三万 一万两万 十万 有的时候不买 有的时候就是 卖了好的时候 就一样那个钱 好像不太值钱 不太多 一两百是吧 嗯 我们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当地人 就是普通人 有钱人加上那个穷人 加到一起 他们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到一百美金 就 又一百美金又五十美金 就五十到一百之间 就是说普通人就是这个收入是吧 那这边消费很高啊 那他们怎么活下水 我也不知道 很麻烦 很麻烦 大哥这是这是你一个人的店 就是平时也有一个人把你看见是吧 昨天那个人叫 一个人 一个人 昨天 那你家里 你结婚了没有 结婚了 结婚了 你说一下我这次来啊 就是来来这个旅行啊 要找中文翻译啊 真找不到 而且这边就是说学中文的人啊 确实不多 然后这大哥呢在这做生意做小生意 他也不愿意啊就是跟着我去跑啊 这个哥们的店呢就是在这个三千年历史的这一个城墙底下啊 然后这是个咖啡厅 咖啡厅转角第一个就是他的店 老板我们走了啊 这都是你你的生意是吧 卖一些画啊 卖这个画 这个这个照片是大马士革对吧 哇很漂亮兄弟们 哇这些都是大马士革的建筑是吧 对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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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非常不错非常漂亮 有一句话叫人间如果有天堂啊 一定要算上大马士革啊 你就看看这个 从这个幅画中能看到啊 这确实很漂亮